荣耐以沙神 drastic effects 各位早安佛观观众 法察大家平安吉祥 今天 星期五 一样继续 再来进入到 人间佛教 佛陀本怀 今天要进入第五章了 我们从前面前四章 谈到从总说 总的一个概念提出 然后到佛陀的人间生活 然后到人间佛教的根本教义 然后到第四章 就是佛教东传入中国之后的发展 当然这个发展 包含也师父分析了 就提出了十大 令到中国佛教本来的发展 呈现衰尾的一些原因 那现在第五章开始 就是要进入到当代人间佛教的发展 现在呢 现在比如说 我们在空中弘法 各位也知道 我们早安佛光是从疫情 这个2020年的三月最后一天 就是抢时间赶快到空中跟大家讲话 当然其实同类的 或者说佛教在空中弘法的节目 那是越来越多的 这也是一个让大家很欢喜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有一些少数他不是真正在谈佛教 他可能掺杂着其他的民间信仰啊 包含什么算命啊 看风水啊 有一些赴佛外道啊 迷信啊 这些都有掺杂在内 但是这一个在网络上弘法的时代啊 你不能够说 谁可以谁不可以 大家都往上面跑 但这个时候 你懂得去简别嘛 判断 什么是值得我们深入去学习 去订阅 去跟随的节目 那什么呢 甚至于连按进去看的 这种好奇都不要有 这个就要懂得判断了 但总之 我们就讲回来 你现在真的佛教可以继续走下去 它必得是人间佛教 因为包含 我说包含早安佛光 它结合网络科技的这一些设备啊 尽管我现在出门在外啊 很简陋的 那有的时候这个时间也不能太长 因为这个网络上传的速度也会影响 有时候到晚上传不出去也很着急 所以我不敢讲长了 尽量在时间内 所谓时间内就十分钟上下 这个可能在传递以上会容易 但尽管你如此啦 就是我们毕竟是运用了现代的 这种科技弘法 那这一部分其实都是属于人间佛教 师父所提倡的其中的一些方法 好我们来看 师父在进入到整篇的内文之前都会有 每一个章大的章节的一个提案 好我们先来看 这在241页 说佛弟子常常在佛前发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短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好我们是不是常常这样发愿 确实是的 这个也不是只有在宋经礼参的时候 如是发愿 平常是做功课也会 但是实在说 如是发愿有如是实践吗 好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 好我们继续来看 好说除了这样发愿之外 或者也倡导不失 持戒忍入精进禅定 玻璃的六度试色法门 好我们常常这样子 发愿啊 或者说这个学习佛法的内容 这些都是我们所很熟能详 或者佛学会考 必考题等等 那我们很熟悉吧 这些我们的功课内容 好了师父要说什么呢 师父后面讲这段话 大家仔细听 然而正如太虚大师所言 中国佛教是大秤的思想 小秤的作为 大秤跟小秤有什么不一样 就好像车辆 大秤就是 好像大邮轮啊 大飞机啊 大巴士啊 这个一个人驾驶 哇带动好多人 大秤 这菩萨道的思想 但愿众生得离苦 不为自己求安乐 就是我但愿 大家都得度 大家都解脱 我先让大家都得度解脱 我自己在后面都没有关系 就是这种 菩萨精神 这是大秤 小秤是什么呢 自己打坐这样很舒服 你们都不要来烦我啦 我自己看书好好哦 这思维在法海之中 又有好 这内心的法喜充满 我要早正解脱啊 我要赶快解脱啊 这些 这个 作为小秤的小的车辆 叫他一个人骑 一个人跑了 哎呀 这个业障重的凡夫 不要来烦我 太麻烦 众生于是 这个 这个太 太麻烦了 不要理我 赶快解脱吧 这是小秤的思想 所以啊 太虚大师说的 这句话说 中国佛教是 大秤的思想 你法院主无性广大 要怎么讲佛法义理 哇 怎么怎么广大无边 大秤的思想 想秤的作为 其实 我自己念佛就好 我自己打坐就好 这个 万言 到哪里什么服务 什么当义工 哎呀 不要浪费生命了 小秤的行为 各位您认同吗 如果你在佛光山 不管你这是什么根基 你只要在佛光山 你跟上来的 你就在大秤的 这个瓷行上面 不管你根基如何 你就跟着就是大秤 但是 佛教传到现在来 到底 到底情况如何呢 为了这个小秤的作为 佛教的发展 有多少人关心呢 这个 光是这个前面的这个提要 师父已经 这个就是一针见血 就提出来 点出来了 没有办法否认 因为看到的就是这样 还有人说啊 佛光山 整天啊 办活动啊 都是在那里忙啊 都没有修行 好 我们是大秤的思想 大秤的修行 好 那就是众生理 大众定义 这几几二 但是有些人他看不懂 他就觉得 你都没有一天打坐几个小时 念佛几万句 你就是没有修行 其实修行 修正自己的言行 我们在行 菩萨道在利益他人的同时 也在反省 一定是我的智慧不够 所以这件事情 这样推展起来不顺利 一定是我的 这个福德因缘还不具足 所以如何 其实这些修正自己的观念 修正自己的行为 都叫修行 为什么 该生气不生气 该贪心不贪心 不是修行吗 但一般的人也不懂得看这些 我们也没有 所以一定要让大家不了解 但是我们真正学佛的大家 可能不能够不知道 好 说一下师傅在这里提出说 我们常常在佛前发愿 都是这个四愿度 四愿段 四愿学 四愿成等等 或者六度四色法门如何如何 可是这些你再懂得多 做的却是小乘的行为 所以佛教在人间的建设 一直未能具体有所作为 这是开宗明的第一段 第二段的提要是什么呢 就要点出 那第五章 当代人间佛教发展 这一个篇章要提的重点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 本文指出 百年来的佛教 历经妙产心学 战争等各种因素 此时衰败不堪 有鉴于此 当代人间佛教的行者 立昌人身佛教 人间佛教 融合主世与入世 传统与现代 以文化教育 鸿法慈善等各种方式 积极推动 从深重到信重 从寺庙到社会 从智学到利他 从静态到动态 从弟子到教师 从本土到世界 从深重到信重 各位看我这个手的动作 都是由自己一个人的因素 然后散拉出去 从这个深重 出家人到信重 各位菩萨们 从寺庙 在寺庙的屋檐下 大殿内 然后走入到社会 到社区去 你不走出去 佛教怎么出去呢 尤其我们在西方国家 也有可能 特别让我带马在一片 这个比较郊区的山林中 你看当地的人怎么走进来呢 如果我们不出去 人家哪里知道有我们的存在 又怎么会走进来 像这个之前提到几个活动 包含警察学校 现在都知道要借用我们场地 这个要有机会 几张照片给各位看 他们的那种那种欢喜 到最后 都还帮我们一起出坡 就说 看我们为他们所准备的嘛 之后那个老师来 那个警长就说 等一下下课呢 你们什么都不要动 告诉我们 怎么收 怎么搬 搬去哪里 通通都我们来 那个时候真的是 警民一家亲了 好了 那总是呢 就是说 人间佛教 它以各种的方式 然后 说将人间佛教 普及于各行各业 如今人间佛教 在世界各地 已经逐渐开花结果 这个其实讲的 也不是只有我们北美洲 不是沃台花 你包含 你看同样的北美洲 我们几个道场啊 那个本土话 Austin Orlando 都做得特别好 多人多 洛杉矶那都不用讲 你像在欧洲 你像在澳洲 你像在澳洲 都做得很好 也不只是这种西方语系的喔 你看亚洲各个国家 南亚东南亚各地 包含非洲 其实 慢慢慢慢 大家只要有音音有缘 能够接触 他就能认识 能认识 他就有机会 不管能不能说接受的改变 我们没有既望怎么改变 起码是认识嘛 那大家彼此尊重包容 彼此共生共荣 这样不是世界一家亲吗 很好啊 那总是呢 在第五章 当代人间佛教的发展 师父就要谈到这个面向 好 那当然 这个发展 我先把 这个第142页的这一段 再进入各个方面 文化交易各方面的 这个内容开展之前 师父提到 那也很重要的哦 说 这个佛教发源于印度 光大于中国 尤其近几十年来 随着人间佛教积极的推动 已经从台湾 鸿传到世界五大洲 就如佛陀当年 秦化五印度一样 人间佛教已经在各地 陆续的生根发芽 这段我相信大家非常认同 说回顾当中 所以说师父这一段 第二段这里 是把这个 开始说佛教 这个 东传入中国 就是来 佛教来中国 到 这个翻译 不是很 这个 确切 所以我们的出家人去印度 求取原点 再翻译 这一来一往 一来一往 这一条路 就是这一段 师父要讲说 回顾当初 有不少印度生人 西域生人 他们分别从陆上施路 以及海上施路 将佛教传来中国 带来了不少的经典 但因为初期传译的佛经 都从西域间接传来 为了求法 也促使许多中国的出家人 如诸世行 法险 玄杖 意境 贪污节等 百千人 西域印度的决心 并且带回收集的经典 佛陀 人间佛教的思想 就这样发展到了中国 非常扼要的 这一来一去这样子的 描述 佛教传过中国 好 关于佛教在中国发展的过程 我在2001年 普文学报创刊时 曾经发表过一篇 中国佛教阶段性发展主义 这是在普文学报里头 创刊的时候 师父当时觉得 学者写论文 论文要给人喜欢看 所以师父提倡的那种 那种 学报型的论文 这个格式我就觉得 师父写来的论文都比较可爱一点 我们就很喜欢看 那种这一篇很重要 说把2000年来 中国佛教的发展 分成六个阶段 这一题 或许会考 甲祖都是必考的 第一 东传易经时期 在秦汉魏晋时期 第二 八中成立时期 那是隋成礼堂时期 第三 禅敬真主时期 是在古代造诵时期 第四 宫廷密教时期 那是元明皇朝时期 第五 金颤香火时期 那就进入到满千明国的时期 第六 人间佛教时期 也就是二十世纪之后 也就是我们第五章要开展的内容 我想要了解的徒哲 可以参与学报创刊 在第一期的那个学报 师父写的这篇很重要的论文 那在此呢 师父就不多加书名 那这一章 第五章 说本章 则针对人间佛教的推动 就二十世纪以后 分成五个面向来叙述 让大家了解当代人间佛教的发展 那五个面向呢 第一 文化出版 第二 教育办学 第三 红法活动 第四 慈善事业 第五 国际红法 好 所以下一次呢 我们在星期五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 就会直接进入到 这个五个面向 第一个面向 叫文化出版 好了 那我们就下一次继续了 好 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祝福大家 谢谢观看 集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